我老婆那邊的人 打電話給機制在她的報警 跟他們講說 他們會去哪裡 請他們來拍 申請有些凝重 兩天前再更新IG 要大家追自己的家務事 能不能有幾點特別注意 其實大部分的人知道 我住在哪裡 我比較無所謂 就是有一些人 給我很多麻煩的 我不要他們知道 我住在哪裡 所以變得要綁家 隨後夏克里表示 自己已經正式回台 非常想念這裡的一切 似乎心中有由不得的苦 因為和黃佳謙的婚變戰役 才要繼續打下去 週刊報導 兩人鬧翻 最早可以源自於2021年底 當時黃佳謙逃出加拿大家門 最慘時還在路邊哭 想到自己雪木無親 只好打給有過 幾面之圓的鄰居董小姐 成為人證之一 對方也很熱心 發現他身上有傷 趕緊拍照 沒有想到處理過程中 夏克里打來說 知道黃佳謙就在董小姐身邊 要是找到他就完了 黃佳謙怕到自己不敢回家 一直等到隔天警方有動作 才比較安心 這下多了第三人幫忙作證 或許會讓接下來雙方官司 有新的發展 我們每天都見 還是有受到影響 就在看到他滿難過的 所以你抱抱他之後 他又忍不住落淚嗎 因為他落淚了 所以我去抱抱他 Albi曾在節目透露 和黃佳謙在婚變之後 有給予他本人安慰 首次夏克里 黃佳謙兩人的狼祖雲也跳出來 說確實女方是在惊恐下過生活 男方口出惡言 彼此也有衝突 似乎也坐實夏克里 是情緒比較激動的那方 但夏克里反駁 認為自己沒有做的就是沒有 江開記者會自欽 捍衛自身權益 TVC的旅行在下部區 泰國道 因為我不喜歡吵架 所以每次在吵的時候 我就是不講話 可是不吵又不好啊 我不清楚你怎麼了 你就不講 這就是重點了 對啊 這就是重點 可是因為我不喜歡衝突 因為可能我從來沒有去學習 怎麼去面對那種吵架衝突 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有些人他是 對 因為沒有學過 所以你就乾脆就不講話 然後去避免這個爭執 你以為就是不講話 可以避免那個爭執 夏克 今天婚姻幾年了 十年有了 十年了 這也很久啊 十年了 十年了 愛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慈 唉唷 這麼巧 我結婚十二年 多兩年的感受就不一樣了 愛是很久忍耐對不對 愛是忍耐很久啊 我是忍耐到想死就不一樣了 你不用忍耐嗎 我跟程哥想的真的 就是結婚的時間 這麼久喔 你真會發現 想的是一樣 其實想的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剛剛講的一點 就是那個缺點 你說的忍耐很久 是互相對不對 一定的 只有一邊在忍 另外一邊是沒有用的 那絕對走不了的 走不下去 一直在忍你怎麼受不了 一定是互相 有些要吞忍讓步的地方 一定有啦 只是忍這個字是不對啦 應該還是建立在溝通這件事情上 就是包容 溝通我想到嘉謙講的 他以前 因為他老公是外國人 一吵架又要講英文又要講 思維又不一樣 對 而且觀念很多邏輯是不一樣的 他覺得他以前雙子座 他會選擇逃避 但是現在你會選擇面對對不對 對 以前逃避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因為我不喜歡吵架 所以每次在吵的時候 我就是不講話 可不吵又不好 我不清楚你怎麼了 你就不講 這就是重點了 對啊 這就是重點 可是因為我不喜歡衝突 因為可能我從來沒有去學習 怎麼去面對那種吵架衝突 我不知道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有些人他是 對 因為沒有學過 所以你就乾脆就不講話 然後去避免這個爭執 你以為就是不講話可以避免那個爭執 可是事實上問題都在 不了解還是不了解 所以夏先生納悶很久 他想說為什麼我都不跟他說 可是知道有時候就是會跟他講 他說你之前怎麼沒講 我說因為可能那時候我怕你生氣 或是我怕我們會有爭吵 他說其實就是要溝通才會 那因為這樣子這麼久下來 我也開始學會說 如果他有什麼反應 我不開心或是覺得應該要講 我就講出來 當他也在生氣的時候 他不是這樣想 我後來就發現 原來其實這樣才就是一個 比較有好的溝通 就是他就知道我在想什麼 然後我也知道他在 原來他對我這件事 他是不開心的 反正是 對 是我要學習比較多 在這婚姻裡面 經濟生活上面的花費還OK 有人說你家暴 你覺得你之後我會有工作嗎 語氣百般無奈 整個人也顯得憔悴 夏克力去年7月 宣布和黃家謙離婚 這跨國官司還在打 他29號現身 談起這正式新生 沒有什麼收入 我會可能開始交一萬人 我這單是用從銀行借錢 然後 現在也是有一些朋友 跟家人 你這兩年打官司 有算大概花多少錢 24萬人家 很多次從來沒有外遇 沒有外遇 講得如此斬丁截鐵 時間回退到2013年 他被報曾進出酒店 如今解釋 安排這一切的 是黃家仙的教會朋友 被偷拍 捕風捉影 一切都是誤會 顯然雙方鬧翻 早就種下種子 日清月壘的壓力 讓他一下子 暴首八公斤 這次在台灣打算待到12月 但在這之前 11月10號還要再次出庭 如今只能靠律師 和黃家仙聯繫 從家人變仇家 令人唏噓 替北宣留意想像 卻看不到 在外國律師陪同下 夏克力抵達士林電院 出庭和黃家仙的離婚訴訟 台灣律師原本不希望他發言 但夏克力有話要說 夏克力之前說 過去錄製大陸 過去錄製大陸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爆紅 每集酬勞可拿到61到88萬 加上當時還有11檔節目邀約財產累積快速 但以前都是把錢回到黃家仙的公司戶頭 由他管理 自己只拿10%的酬勞 他回推至少還有兩億財產不知去向 但黃家仙透過經紀人回應 絕非事實 被問到黃家仙最近的心情如何 他的律師這樣說 黃家仙和夏克力長達16年的婚姻 在去年7月出現裂痕 兩人分別在加拿大和台灣提請離婚訴訟 這次開庭後夏克力眼眶泛淚 希望官司能盡快告一段落 再帶觀眾朋友看這個跨海禪送已久的 銀色愛旅婚變事件 也就是黃家仙以及藝人夏克力了 兩個人耕耘演藝圈多年 都是以恩愛的形象出現在螢光幕上 可是自從婚變過後 過去他們在爸爸去哪兒的這個歡樂畫面 不再復健 而且今天夏克力出庭的時候 提出了三大指控 說自己的酬勞有高達兩億元不見了 而且他還說 過去他被拍到一些負面新聞 影響到演藝事業 質疑是他的太太黃家謙來設局的 但是黃家謙方面 透過他的律師還有經紀人都說 夏克力的指控不是事實 全案交由司法 不想浪費過多的社會資源 但是夏克力他出面也有強調 他這次回來其實不是為了錢 沒有人會願意離婚 希望能夠平和順利的走完程序 在外國律師陪同下 夏克力抵達士林電院出庭和黃家謙的離婚訴訟 台灣律師原本不希望他發言 但夏克力有話要說 其實我律師都不要我講話了 然後 離婚應該是一個很平安的東西 大家沒有人要離婚 可是是要平安 夏克力之前說過去錄製大陸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爆紅 美籍酬勞可拿到61到88萬 加上當時還有11檔節目邀約財產累積快速 但以前都是把錢回到黃家謙的公司戶頭 由他管理 自己只拿10%的酬勞 他回推至少還有兩億財產不知去向 但黃家謙透過經紀人回應 絕非事實 不是為了錢 也不是為了他說什麼 他朋友說什麼 不是 被問到黃家謙最近的心情如何 他的律師這樣說 黃家謙和夏克力長達16年的婚姻 在去年7月出現裂痕 兩人分別在加拿大和台灣提請離婚訴訟 這次開庭後夏克力眼眶泛淚 希望官司能盡快告一段落 TVB新聞 吳俊瑞臣 台北報導 好 確實名人的這個離婚官司 雙方你來我我 也讓人不勝唏噓 不過夏克力已經不是第一次出面了 過去他也曾經在臉書上面直播 說自己在加拿大雖然有房地產 可是這後面也背著很多很沉重的貸款 讓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現在回台灣來處理跟黃家謙的官司問題了 而諸多的三大指控到底是不是屬實 還是會如何影響到這個官司呢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主跑這條新聞的記者 新燕來跟我們來分析了解 新燕晚安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新燕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很多媒體都關注這一場 名人的離婚官司 可是在這個現場當中我們有發現呢 其實近期不斷透過媒體出面受訪 來輸出一些訴求跟控訴的似乎都是夏克莉啊 對 而且其實如果大家就平常 我在看一些娛樂新聞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黃家謙跟夏克莉好像 從以前好像就是一個 好像家庭幸福很美滿啊 然後甚至就是她的女兒就是 對 就是有 他們就是就是大家都 一家人和和樂樂的樣子 那就是從去年開始 就是有這種離婚官司的消息出來之後 其實大家都嚇了一跳啦 那其實在今天呢 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今天是打這個離婚官司嘛 就是民事訴訟的部分 但其實今天他們整個開庭的過程 大概只有10分鐘 那我稍微問了一下 原因就是因為法官今天 原本以為雙方都沒有當事人會出席 那因為黃家謙那一部分呢 是委託律師出席 那一直到就是我們就是有在現場等 然後最後是 夏克莉他就自己有帶著兩個律師 一個是外國人的律師 一個是台灣的律師 就出席了這個開庭 但是就是最後 就是因為當時就是法官就安排說 這個庭差不多約十幾分鐘 所以他就是差不多今天也只開了十幾分鐘 但是夏克莉在進去開庭之前 跟出來開完庭之後 他其實都有說一些話這樣子 然後確實就是他一直在強調就是 現在可以看到的 就台面上都是幾乎都是夏克里在發生 那黃家謙當時只有一次 他就說謝謝大家的關心嘛 如果就是之後可以說的時候 他會說 確實因為上一回呢 引起大家這麼關注的離婚官司 可能就是王力宏跟李靖蕾 還有若以好萊塢來舉例的話 那可能就是強尼代普跟安伯赫德了 而且離婚官司很多時候 兩個人都是公眾人物 那他們在指控對方的不是的時候 有的時候又會出現反轉再反轉 所以這次男女雙方 其實他們面對這個輿論上面 為自己發聲的態度落差蠻大的 但是今天黃家謙 還有他的律師已經經紀人有特別強調 這個夏克里的三大指控都不是事實 也不想浪費社會上面 輿論的一些資源空間讓司法來處理 可是其實剛先有提到 其實今天夏克里態度很強硬 甚至還提出了三大控訴 講了很多細節 而且是在開庭之前 就透過特定的週刊來揭露 對對對 我們這邊幫大家整理一下 其實夏克里在 就現在大家剛剛所說 都是他單方面有在指控黃家謙的部分 那第一點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我這邊右手邊這裡 這個我們這手板有幫我大家整理好 就是說其實他在回憶這段婚姻 16年的婚姻 去年打離婚官司 他覺得說在這個婚姻的過程當中 他就有點懷疑說黃家謙是不是有故意的 就做一些行為讓他覺得很奇怪 包括說他10年前 大家不知道2013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新聞 就是他被報說去上酒店喝花酒 然後被偷拍了 那當時呢這個夏克其實 最近其實透過的這個週刊 他是說其實當時他是去付黃家謙 黃家謙教會朋友的約 他是因為黃家謙朋友叫他去 所以他才去那裡 結果他一進到裡面之後 他就發現說 裡面好像就是一個KTV 他沒有想太多 所以他就進去唱歌了 沒有想到最後就爆出說有這個 去喝花酒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當時他是有一個兒童節目在手上 哇這重傷形象 而且他還得了金鐘獎 所以照理來說 如果一個得金鐘獎節目 你應該就是持續的來主持下去 但是就是因為爆出他這個喝花酒的 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就有損他的形象嘛 因為跟兒童節目的形象就不符合 所以他就被取消了這個過程 所以他就覺得說這個舉動非常的詭異 另外就是他還有在指控說 左邊這邊可以看得到 他其實認為說啦 因為他們是去年開始打離婚官司的 但是在打離婚官司的前兩三年開始 他懷疑說這黃家謙是不是有在這個 婚姻過程當中 他已經有在準備說兩個人要來打離婚官司 例如說他會覺得說黃家謙特別容易激怒他 然後在激怒他的過程中 maybe還會拍照或錄影來存證 那他就覺得說那你是不是有想要就是 本來就早就想要離婚了 是不是想要留下一些什麼證據 所以你利用這個離婚 打離婚官司前兩三年的時間 來慢慢的蒐集 對 然後他就強調說因為黃家謙本人他其實都是沒有就是有多說什麼的 但是就很常會看到說比如說黃家謙的友人旁邊跳出來說什麼他在台灣或者是加拿大都有收到一些肢體上面的一些不當對待 那其實在夏克里這邊他其實也有說他其實包括了說是家暴跟外遇這部分他都是沒有做的 而且他還特別說一點 他說他們的婚姻是黃家謙這一部分做了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之後他們的婚姻才出現了破裂 對 破裂但是黃家謙到底做了什麼他自始至終其實那個夏克里這邊都沒有說 那我們一方面想他有可能是想要保護他們的小孩 或者是說他們有點太 detail了他們的事情不想要在就是公眾這邊公開 還需要顧及一些隱私 但是他始終是都沒有說是到底是做了什麼事 確實 但是除了剛剛呢在日常生活當中 夏克里似乎開始細數夫妻生活當中他覺得自己可能受到的不當對待 但是我們在這邊還是要平衡一下黃家謙方面呢都是否認這樣的陳述的 可另外一方面呢財務方面其實兩個人也算不清 銀色情侶呢特別是參加完這個大陸的親子實境節目爸爸去哪之後 其實兩個人獲得非常可觀的酬勞 但是啊他們其實呢夫妻婚厚財產是共有的 甚至呢黃家謙的公司也會經手夏克里的金流 而且現在夏克里主張說有兩億元的酬勞不借了 如果爸爸去哪的話是連我自己都有看 因為當時就覺得說哇他們的那個婦女的感情 在節目上好像非常就是非常close這樣子 但是呢他現在夏克里就說他 因為他自從他去參加完這個節目之後 他等於就是在對岸有爆紅 那麼陸陸續續其實都有很多的節目來邀約他 那這邊可以看到其實有差不多11檔的節目 那他每一集的酬勞可以從61萬到88萬 但當時因為他們雙方都還是夫妻的關係 所以他是說他的這個酬勞呢都交給他老婆來幫他處理 那麼自己每一筆酬勞他大約抽10% 所以他就自己算大約呢前前後後有兩億元 就是對然後他是說都是交給黃家謙處理 是落入了黃家謙的這個賬戶裡頭的 但是呢他就是他當單方面的指控嘛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實 他其實說要怎麼證明說他有這個兩億呢 對這個金流的流向又是透過老婆的公司 你總要拿出一些單據讓法官能夠幸福 對沒錯那其實在有律師就分析了 因為現在主要就是法官會好奇嘛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給你老婆去來幫你管理呢 那現在就是有兩個詞大家可以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個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是當初你有任何 當時這個薩克里這邊這一方有任何可以證明說 你是由老婆幫你代管你的收入 如果是代管的話譬如說就是 就等於說你把這筆錢交給他 看可能把你投資或是幫你置產或是什麼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辦法證明你們兩雙方要簽什麼相關的協議 就是我幫你代管我必須付到什麼樣的責任任務什麼期限 那麼虧了還是賺了我們要怎麼分筆 這叫做代為管理大家要記得 對沒錯如果他的這個詞是用代管的話 那夏克里這一方還是要必須證明說 這筆錢當初是交給你 那我們要怎麼分或者是怎麼去來處理這筆錢 但是如果他今天是用說老婆幫忙保管他的收入 那這是不是要原封不動還給他 就是保管這部分的話就是比較說 欸我這筆錢是像存保險箱 錢放進去那總有一天我會拿回來 那如果當時夏克里要有辦法證明說 他是用保管這兩個字的話 那maybe就是皇家簽證部分就要把就是他所說的兩億 但是兩億也要他有證明是兩億 所以要才把這筆要筆錢這筆錢還給他 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有的時候相愛容易 相處很困難 而隨著相處的時間拉長 可能中間過程當中很難說啦 有時候夫妻可能對於人生的理念用錢 或是人生的規劃到某個階段就不同 那要分開的時候錢要談清楚 那麼侵權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特別是牽涉到如此龐大的金額的時候 那真的是事前呢 在雙方你農我農的時候 在財務上面要要代管 還是保管要如何分開 那麼這個夫妻共同財產事後要怎麼分割 就是很考驗大家智慧能不能好聚好散了 我們謝謝欣賢今天跟我們提醒 就是結婚之前這個要先想清楚 然後遊戲規則也要想清楚 金流的部分也要講清楚 確實才能體體面面的結婚 但是如果可以一起走下去還是比較好的 謝謝欣賢今天跟我們的分享